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文旅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文旅报道 2月22号云上走天下 香鳄干景区景点直播平台 即汤里文化旅游度假区 直播间上线仪式在 铜骨县汤里文化旅游度假区举行 云上走天下是一个以香鳄干景区景点 24小时直播为主要内容的直播平台 通过平台广大游客可以实现 云上走天下的云旅游体验 已是现场该直播平台正式上线 这意味着以景区景点 24小时直播的共享平台建设 迈出关键一步 我们会在景区的不同的点位 搭设一些视频监控的录像 就是说您只要点开我们小程序的景区直播 您就能够选择性的看到 您想要看到的哪一个点 我们的平台是基于一个小程序的 一个平台来打造的 也就是说客户只要打开微信搜索 我们的云上走天下小程序 就可以24小时的监看到我们的一个景区的一个实际情况 汤里文化旅游度假区是云上走天下直播平台的首推景区 度假区的直播间也在同一时间上线平台 游客可以通过直播平台24小时随时观看汤里景区的实际情况 以及主播带你游等精彩视频 并在活动区特会抢购 以全网集聚性价比的价格优势 秒杀景区景点文旅产品 切切实实获得优惠 据介绍汤里直播间上线之后 景区还将推出一系列亲子游 酒店温泉套票等秒杀优惠活动 我们主要是为了弥补现在就是湖南这些空白市场 也是想开拓一些新的市场 所以利用这个直播间跟我们景区合作 可以做到就是说在这个景区实时直播 让游客可以更清晰的了解汤里 然后通过这些直播间 然后再通过线下这些地腿商 把这个汤里这个知名度有效的去推广 打开 仪式现场同时举行了 云上走天下区域合作商加盟平台签约仪式 据介绍云上走天下相恶干景区景点直播平台 接下来还将继续搭建更多的景区景点直播间 吸引更多全国游客 尤其是相恶干三省的游客 让他们能够随时的掌握景区动态 畅享景区最优价格 轻轻松松实现云上走天下 主要呢是整合一些文旅资源 共建文旅景区互联网社会视频平台的 营销渠道和阵地服务推广文旅景区景点 然后呢满足这个周末去哪游 就进游周边游的一个市场需求 日前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获奖名单出炉 九江古中河的作品早是地摊摘得其中一朵山花奖 这填补了九江市文艺界近二十年的空白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是中国文艺界的最高奖之一 此次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共评出获奖作品二十个 古中河的民间工艺美术作品早是地摊 以生活气息浓厚创作手法创新而获此殊荣 这作品呢是在2019年就解出来了 这是很高兴的事情 我用的手法是最传统的民间剪纸的手法 就是用剪刀或者直接不起稿 不起稿直接剪 但是呢我剪的内容呢 是最现代的内容 特别是在前年 前年这个浴行过后呢 说要搞地摊经济 拉动这个老百姓的经济效应 所以我在这个 这副作品的名称 我就确定为早是地摊 古中河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减纸议委会副主席 九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寻扬古中河减纸代表性传承人 从小受母亲影响 而爱上了传统剪纸这门艺术 我从小觉得自己想不打想不打 后来来剪喜字 到最后呢 我要喜字解读了 我就剪上物 就开始了 真正的这个创作 2月2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 都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雪 今天节目最后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银庄素果的景致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